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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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在生活 我是慧盈 相信各位一定都有認識 金庸小说陆鼎记里面那位 娶了八位妻子 被称为违爵爷的违小宝 也都曾经在电视上 音乐会中甚至街头上 听过一种叫做爵士乐的音乐表演 是的 今天要跟大家 分享的字就是爵士的爵 那等你看了爵的鼓文以后呢 一定会对这个字更有感觉 一起來看看 首先这个是爵的甲鼓文 大家可以看到 爵这个很像是 一种有两只脚 而且左边有一个长得很像 茶壶倒出口一样的杯子 那下面这一张则是爵的 金文 它跟甲鼓文比起来呢 金文的爵已经更明显的 表现出酒杯的样貌了 那不同的是 酒杯的角座是三足式的 而右边则是指 拿着酒杯的那只手 那接下来这一张是爵的小传 跟前面的两者比较起来呢 这个小传的笔画 显然是复杂了许多 但是跟现在的楷书 则是更加的接近了 那接着这个奇怪的字呢 是爵的上半部 在古代呢 这种东西有称作爵的酒杯 造型非常的像雀鸟 因此造了这个字型给它 所以这个字 实际上就是孔雀的雀的另外一种写法哦 在下面还有两个字体 首先是 我做左半边的这个唱 唱是古代祭祀的时候专用 具有香气的一种酒 那一个是右半的手 那所以合并起来呢 就是手拿着一杯香酒 而装酒的容器呢 是一只长得很像雀形的酒杯 所以咯 爵的本意是指造型像雀鸟 而下方有三只饺的酒杯 例如礼祭里面说 贵者献以绝 尊贵的人呢 就给他一个酒杯吧 那所以后来 绝也就直接代指酒的意思了 甚至引申为 具有实际权力的功名利禄 例如绝位官绝等等 所以授予他人官职也称为绝 例如礼祭里面说 认识然后绝之 未定然后录之 这里的绝就是给予职位 另外因为绝最早是指仿雀鸟造型的酒器 因而也跟雀相通 接着来看一下绝的基本资料 绝 读音绝 又读雀 步手是爪步 总笔画数十七画 那绝的笔顺呢 比较复杂一点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上面的爪步 先写一撇 再三个点 完成以后第二部分则是在下方写一个网 先写一竖 一个横折 中间两竖再一横 接着是第三部分 左半部先一个横折 一横再一横 左边一竖条之后一点 右边一个寸 先写一横 一竖勾 最后一点 就完成了 绝的简体字形跟正体字形是一样的 汉语拼音为绝以及雀 前面我们提到金庸小说陆顶记的维小宝 他可以拥有绝爷这个头衔 自然是康熙皇帝封侯自绝赏给他的 那说起这个官职的来由可是远远流长 中国早在周朝的时候 政治制度里面 贵族阶级中就有公侯国子男 就五种爵位 他们的位阶是由高到低 那跟皇帝的关系也是由清到输的 那你可能会好奇喔 我们常在西洋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公爵 中国有吗 那答案是有的喔 只是名称不太一样 中国的公爵指的就是国公 例如宋代的来国公扣准 而侯爵指的是侯爷 这个就是所谓的封公封侯之说 而在公爵的上面就是封郡王 亲王等等 说到扣准喔 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 有官居鼎奈 无地起楼胎 意思是说扣准虽然官做得很大 可是还是非常的清廉自治 没有偷偷的累积家产 甚至连个盖房子的一块地都没有 这件事甚至流传到北方的外族喔 有一次有一名外族的使者 来访的时候还问说 哪一位是无地起楼胎的宰相 很有趣的一段议事 所以呢你知道世界上有这样子的官 但同时也有人是 卖官欲爵这种官喔 就是收受贿赂出卖官决以炼取财物 现在社会中呢 你可能会立刻的联想到一些人 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不要说 先来看看卖官欲爵的古人好了 史记秦始皇记记载 十月更吟 就是说秦始皇四年也就是西元前二四三年的时候 发生了蝗灾跟瘟疫 百姓呢只要缴纳一千淡的宿米 就可以封官一级或者是官卫升等一级 而在汉文帝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一百八十年左右 由于呢边疆地区发生了粮荒 于是就采取潮措的建议 我们来看看汉书十货制的记载 令民入宿于边六百淡绝上造稍增至四千淡为五大夫 万二千淡为大树掌 意思就是让人民去边疆种植古物 缴纳的古物越多官位越高 上造就是可以乘坐冰车 而五大夫的地位跟县令平起平坐 至于大树掌呢官位差不多就跟丞相一样高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了 古时候卖官欲绝跟我们现在可是完全不同 起码人家还有贡献粮食造福百姓 你说是吗 那说到这里 我们也没有忘记要来一点轻松的 自在生活同名粉丝团 带来经典的绝世音乐 现在休息一下 稍后的自由联想 为您介绍其他演读作绝的字 接着自圆其说带来温莎公爵的故事 敬请期待